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第三章 节点和回路的分析技术 在这边呢,在课本的91页呢 有一个那个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 战斗机 这个飞机是说美国 发展出最后一个载人的战斗机 以后呢,就全部是无人飞机了 那F-35这个飞机呢 在以往的战斗机 跟现在的战斗机全部不一样 以往的战斗机,我们知道呢 都是强调的是它的马力、动力 跟它的材质 它都有特殊的合金 那这个东西呢,都耗掉很大的成本 那现在我们所知道呢 一架战斗机主要的成本 是来自于它的电路 跟它的软体 好,这个课本在92页有提到 这架飞机里面呢 光程式就有600万条 那么更不要讲说它的电路系统 占掉了整架飞机的成本的80% 就是航电占了飞机的80% 好,这个就是第三个告诉我们 电路系统越来越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在于如此 那这一张里面只有四节 第一节呢,是节点分析 第二节是回路分析 第三节是应用范例 第四节是设计范例 好,我们现在开始就进入到第一节 节点分析 好,各位我们在前一张呢 单一回路的 或者是单一节点的电路呢 在前一张都有做了详细的介绍 各位可以用前一张的方程式的方法 就可以写电压或者电流 那本章呢,利用克希霍夫电流定律 就是我们先写KCL 跟克希霍夫电压定律 叫做KVL 来计算多回路与节点的问题 KCL 就是克希霍夫电流定律 来求节点的电压 注意到,用电流定律 什么叫电流定律呢? 就是通过一个节点的电流盒等于0 进去等于出来的 去求它的电压 那么回路呢 我们知道回路定理就是说 一个回路它的电压呢 会不改变 就是从一个节点出发 回到了,经过一个回路 回到这个节点的话 这个电压等于0 那这个电压等于0 利用这个公式呢 我们求回路上的电流 那么节点也就是电路上的公共点 就是它电路上分支的地方叫做节点 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电路上没有叙叙多多的节点 那通常而言呢 我们利用一个节点 把一个节点的电压值呢 设为0 那么其他各节点的电压呢 就用这个0点的电压为准 为准去做比较 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电压都是 都是所谓的相对电压 什么是相对电压呢 就是两点的电压之比 那么我们用一点的电压呢 那个地压设为0的话 我们就称为它叫做接地 因为我们通常会假设 地点的电压为0 那么其他各节点的电压呢 其他各节点的电压呢 都是以D为标准 然后再去做 求它的正负值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 用看这个就是前一章 我们所熟悉的电路 在解题目的时候曾经做过 好在这个电路上面的话 我们呢也分别求出来了 这个有几个已知值 例如说呢 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 跟第四个点 电压都出来了 在还没有之前呢 我们先 大致的 我们先把第五个点 就是最下面这个第五点呢 设为0电位 就这点的伏特值等于0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12 就是这一个电压源 就是它是12V的意思 相对于0 这个正的地方相当于 这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节点的 这个电压呢 是正12V 那么第二个节点是3V 第三个节点是3V 第四个节点是3V 第四个节点是3V 那么好了 我们要看一下呢 这个9KΩ的电阻的压降是多少 压降当然就是高电位去减低电位 就是Vs 这就代表了第一个节点 去减掉 Va 代表第二个节点 Vs-Va 12V-3V 等于9V 那么好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重新改写成为 负的Vs 加上V1 加上Va 等于0 OK 那么负的Vs呢 那么就是这一点的节点呢 就是负的Vs 加上V1 加上Va 这个加起来等于0 那么好 那同样的 我们可以看这个3KΩ的这个压降呢 当然就是左边的去减右边的 高电位去减低位 就是Va 减掉Vb 同理 这一个9K的 这个电阻的电压是多少 也就是高电位去减低电位 就是Vb减掉Vc 那么好 那我们要分别求 那这个电流是多少呢 那电流就是它的压降V1 除上9K 就这个式子 那V1 刚才前面已经知道了 就是Vs减掉Va 除上9K 同理的话 这一个3K的 这个电流是多少 也是一样就是V3 这个压降除上3K 也就是Va减Vb除上3K 那么同样的道理 I5 这一个的电流是多少呢 就是V5 除上9K 那依此类推 那么下面这个两段垂直的 这个两个电阻的电流是多少呢 那么就是一定是了 Va这一点减掉0 除上6K Vb减0 除上4K Vc减掉0 除上3K 依此类推 好 那么各位了解到 就是电流怎么求 就是一定是 知道了这个电阻器 两边的压降 就这个高电位减低位 减失来多少 除上这个电阻 电流就出来了 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假设呢 我们在电路中 这个系统中间呢 有一个电阻 OK 我们要知道呢 那么请问一下呢 他这一个的 这一个的 电流是多少呢 电流就是一定 这个电流怎么样 一定是左边的电 我们也不晓得一定是 左边的节点的 电压去减到右边的节点 我们不见得知道哪边高哪边低 因为减出来以后 如果有减出来以后 除上了电流 除上了这个电阻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电流 如果是减出来这个电流 是大于0的 就代表呢 我们这个箭头的方向是正确的 如果小于0的话 就是真正的电流呢 是由右到左 而不是由现在箭头所示的 由左到右 好 那么 假设呢 像右边的例子 这里面呢 有一个 两个 这总共有三个节点 那么三个节点里面 我们把第三个节点 接了D 就是这点电位 设为0电位 那么好了 我们要知道了 这个R1这个电阻 上面电流多少 当然就是 上面的V1-0 除上R1 那么 同样的道理 那么R3的电阻 上面电流也多少 也是-2-0 除上R3 那么R2这个电阻 电流多少 就是 V1-V2 4-2 就是6伏特 除上R2 那就知道 我们制造了这个电流 换句话说呢 求电流的方法很简单 就制造压降 除上电阻 电流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写成一个通识 就是I VM-VN 除上R 就是可以得到它的电流 好 那么这个因此呢 还没有讲到立体之前 我们就把这个步骤写出来 假设一个电路 一个 题目像这样子 我们要求出它上面的 不论是电流或电压呢 我们假设先从 这个节点 好 节点这里我们知道 有几个 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 下面一个 这两个是三个是共用 因为这边短路 所以这个电压跟这个电压一样 所以这是共用一个节点 我们习惯呢 都是把它正下方这个地方 当作零电位 好 那零电位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步骤呢 找出几个节点 找出接地点 零电位出来了 第二个呢 会找出已知的电流与电压 通常而言的话 两个节点一定要有两个方程式 OK 换句话说呢 在这个电路上面呢 一定会有一些数值呢 一定会跟你讲 那个是多少 它不会把四个 这五个电阻里面 通常不给你讲 然后告诉你电阻 因为你必须要两个节点 需要列两个方程式 那么换句话说 有一些呢 一数字一定知道 例如说呢 电流知道了 给你电流知道了 或有几个数字给你知道了 然后告诉你 你未知的 可能这个I1不晓得 因为你不晓得 这个V1不晓得 或者告诉你呢 你要求的是 这两个未知的是 V1跟V2 当做你的未知数 好 那么V无数 这个东西都有可能 好 你要找出未知的电压 一个电流 然后紧接着 例如说 利用节点净率 在这个节点上面呢 所有的电流和加起来点于0 我们定义 进来的为负 出区的为认 例如说 这个节点的话 我们设定的方向 I1的方向已经定了 是流进这个节点的 所以 进来的这个节点 就是-VA 加I2 加I1 等于0 再写两个讲一遍 进来的为负 出区的为正 进来的-IA 加I2 加I1 等于0 好 对于这个节点的话 总共有三个电流 一个进去的-I2 两个出来的-I3 加Ib等于0 好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只要先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然后 再来搞定了以后呢 然后呢 那就写出节点方程式以后 然后 紧接着 你可以用连立方程式 也可以用矩阵的 去把方程式给写出来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 刚才前面的讲的那个电路 我们现在 再做仔细的 去 来推导 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节点的话 电流和等于0 就是Sigma Im等于0 好 那对于第一个节点而言 刚才前面提到 负的IA 进来的 加上I1 加上I2 等于0 好 对于呢 进来IA 已经知道 不晓得 没问题了 对于第二个I1 等于什么 大家A1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 这个V1的这个电压 去减掉第三个节点 这个0电位 这个是刚刚说已经接地了 V1减掉0 除上R1 就是I1 好 那么我们知道 R1的 它可以用它的 可以 R1应该用除的 我们可以变它 它的导数呢 就叫电导 我们用它的R1的电导 G1 好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第二个式子就是 G1乘叫V1减掉0 那么同样的道理 那么 I2的话 也可以看作是 V1减掉V2 除上R2 或者是G2乘上V1减掉V2 等于0 好 那这个式子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就可以得到 G1加G2 8虎乘上V1 减掉G2乘上V2 等于IA 我们把这个 常数项摆在等号的右手边 好 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看第二个节点 第二个节点的话 有三个电流加起来等于0 好 进来的 负的I2 ok 因为它是进来为负 就是负I2 加上Ib 这个电流源往外走 加上I3 往外走 好 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看一下 I2 刚才前面也知道了 等于负G的 G2 这边V1-V2 OK V1 我们同样的道理 也是用I2等于 I2的方向是G1-G2 前面有一个负号 是因为第二个节点 对而言的话 它是流进来的 所以前面有个负号 注意到 经常会有人 会有人 这个 犯错误就是 在第一个式子 跟第二个式子里面 最第一个式子而言的话 我们I2为正 到了第二个式子呢 I2就为了为负 所以我们有个负号 在前面 同样加上Ib 因为流出去 再加上G3乘上V2-0等于0 好 那重新改写过以后 也是一样 负G2乘上V1 加上 瓜辅G2加G3 乘上V2等于负Ib 好 我们可以看到Ib 因为呢 这个 以致向了 我们还在等号的右左边 好 那么我们这个式重新写过 我们换了一页以后 还是第一次重新写过 那这里面 假设 G1 G2 都是以致值 Ia Ib也是以致值 未知的就是 B1 B2 B1 B2 好 我们可以写成呢 这个就可以把这个是一个 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连立方程式的话 我们可以写成呢 一个 可以写成一个矩阵的形式 就是 A 乘上V 等于I A呢 就代表了 前面的 已知的 各个电阻的电导 我们可以看 就是 G1加G2 OK G1 对第一个节点而言 就是 它相邻两个 电阻的导数分之一再加起来 G1加G2 那么对第二个 那么同样道理的话 那么这边有一个-G2 代表是 它跟另外一个节点间的 这个R2的导数 取负号 就跟你讲了 负号负号 那么对第二个节点也是一样 有两个电阻在这里 对接点而言 有两个电阻 R2 R3 所以就变成G2 G3 好 那么我们马上可以看出来 A矩阵 变成这个形式 V矩阵 就是位置数 V1 V2 第三个 电流的 就是第一个节点 就代表里面的 IA IP就是 对第一个节点的IA 跟IP的分别的 已知词 就摆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那么我们如何求V呢 那就很简单 I就把 A求的转置矩阵 乘上这个电流 那么V就求出来了 这个是个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矩阵的代数运算 就直接把这个题目给解出来 好 那么我们看下面的这个范围率 假设我们把已知词都带进去IA 继续这个题目 假设IA是 这边是1mA R1是12k R2呢 是6k 然后R3是 这个R3是6k 也是6k 然后IB呢 是4mA 好 我们马上呢 就可以把这个矩阵写出来 好 这是第一个 先把它列了式子 然后我们看下一步骤呢 我们呢 这个是我们另外 这只有几个方法 我们第一个 用传统的点立方程是求解 这是第一个式子呢 两边各成12k 第一式就可以写成3v1-2v2等于12 那第二个式子呢 我们也各成6k嘛 就是把分母的东西这项嘛 通通消除掉 那么就可以写成v1-2v2等于24 那么我们就这两个 第二式子跟第四个式子联立 那联立呢 怎么联立 因为大家上下都有2v2 我就可以直接减 那2v2就消掉了 那么2v2消掉了以后呢 只限下v1 3v1-v1 就2v1 再等号的左手边 等号的右手边 12-24是-12 那v1就等于-6v 好 v1呢 就代表了 第一个节点的电压就求出来了 那同样的 知道v1以后带到第二个式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第二个v2也解出来 是-15 那么好了 就v1是-6v v2是-15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路解出来 这个方法呢 是我们用的 各位应该从国中时代解 连立方程式的解法 就是这样子 好 刚才前面介绍了 我们用直接的解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紧接的老师介绍 我们如何利用那个 矩阵来解 这个是我们首先要把矩阵 正确的矩阵解决出来 这个是A矩阵 这个是V矩阵 这个是I矩阵 V矩阵等于什么呢 就是A矩阵的反矩阵 就是A-1 A的-1次方 乘上I矩阵 电流I矩阵在这个地方 好 它的反矩阵怎么求呢 第一个事情 你先求它的行列事实 行列事实怎么求呢 就是 第一个呢 就是解它的行列事实 行列事实就是3k乘4k 然后再减掉 sorry 3k分之1乘4k分之1 减掉 6k分之1 负的还应该有个负号 再乘上6k负的 6k分之1 然后前面有个负号 会等于它的行列事实是18k平方分之1 好 第二个呢 先求它的共恶矩阵 它的共恶矩阵呢 就是 我们看到了 这个4k呢 现在的共恶矩阵 就是它斜角的3k 放在4k的位置上面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个3k就放4k 然后呢 这个6k 负的6k分之1 跟这负的6k分之1呢 就取它的正号取回来 所以会变成了 它的共恶矩阵呢 变成这样子 好 那因此它的反矩阵呢 就可以写成 它的共恶矩阵去除上 它的行列市值 它除上的行列 行列市值等于18k平方分之1 那么 就等于 有一个18k平方在前面 好 乘上了 刚才我们 它的 共恶矩阵 再乘上 我们的电流 就是i乘 上面的 i乘10的负3 b是负4乘10的负3 把10的负3可以看作呢 k分之1 ok 因为这是负3嘛 就变成了 k分之1 在这个 这个term 那负的k分之4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紧接着做 矩阵的乘法 上面的 那么乘出来以后呢 上面的 就 这个乘这个 剪掉 这个乘这个 就是上面的term 下面的话 就这个乘这个 剪掉 这个乘这个 就是下面这个式子 不要忘记 外面还有个18k平方 曾经去重新计算以后 就是负6 当作上面的 负15 就是下面的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就求出来了 求出来了电压以后呢 我们可以分别去除上12k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边的电流 对到 这方向是负的 代表了这个电流的流进来 这个电压是负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0 代表了电流呢 是从接地点往上流 注意到哈 这个接地点是负1分2 就是我们一开始所定义的方向 不要忘记 我们一开始是往下动 现在变成负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这边的电流 这是负6 这个是负15 好 负6减掉负15 除上6k等于2分之3 代表正的 代表这个方向是我们一开始猜对了 电流的方向没有错 由左到右 2分之3mA 好 那么第三个呢 这边的电流 V2电压是负15 负15除上6k等于负的2分之5 也是让电流从接地点往上流到 因为这两点的电压都比接地的电压来的低 所以整个电路而言 电路最 这个电压最小的地方是哪一点呢 事实上是在这一点 0点不见得是所谓的电压最小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负15在这个地方 是整个电路电压最低的地方 第二个呢 我们要了解到电流源上下的电压是不确定的 以这个图不错 电流由下往上流 这意思就是我们接地的话呢 都有暗示到这一点的电压一定比较小 那这一点的电流呢 是负4的话 那么在这里0的话 也是代表了这一点的电位一定比较小 因为电流一定会比较 一定是从比较高的电位流到比较低的电位 那么 但是呢 我们的电位流过来的方式呢 反而在这点刚好相反 这是我们 这是大家 大家要小心的地方 这一点的电位是负15 那么电流流过来的方向呢 反而是 那电流流过来的地方呢 反而是呢 从比较低的电位 流到比较高的电位 在这里0 在这个地方 那跟我们一般的认识呢 会有所出入 好 那么当然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有 那林剑老师用 写了一个程式 用LaveView的方式 直接呢 把求 LaveView里面有数学攻击 我可以把矩阵A呢 求它的反矩阵 然后在层上 第二个矩阵 答案就出来了 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说呢 直接把我的算式呢 写在里头 那么我们就可以 只要你这样子的 你只要改变你的这个电流 电阻的大小 那么它就会照样可以求到 正确的答案 电流跟电压也就求出来 那这个里面的前提就是说 那这个程式呢 那是因为等于说像Customer的特制的 不同的电路 这个电路上面 电路改了 那么写的程式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万一这个电路是固定的 直电阻改变 或是电流源改变的话 我只要输入正确的电流源 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还有没有 还有 比如说Tina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电路图画出来 好 然后接上了电表 按下RUN模拟 它就会把电流跟电压 也统统告诉你 只要图没有画错 方向没有搞错的话 它也是一样 会把正确的数字 发给我们 这是林介老师用Tina 画出来的 当然 这个做出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出现在99页 图3.5的图 跟我们之前的图可以说非常的一样 OK 当然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实作 好 任何的电路上学起来 都是所谓的 计算的也罢 都是用电脑跑出来的 或者你手 用你的头脑跑出来的 有没有真正的 还要靠真正的去做 我们要做测试 就是实体电路接起来 来验证 看不见你的数据是否正确 OK 接着我们看一下 99页图3.6 具有四个节点的电路 那这个电路已经在这边看到了 它有四个节点 第一节点 第二节点 第三节点 跟第四个节点 我们把第四个节点 当作接地 当作零电位 好 那这个我们看到 这第一个节点呢 它具有 流进来的有三个电流 一个是I1 一个是定电流 还有IA 还有一个流出去的I2 还有 对了 还有第四个I3 在这个地方 所以I1 由出去为正 减IA进来的 加上I2 出去 减掉进来的I3 等于0 好 那么I1呢 可以写作 这一点的电话 V1 除不上R1 没问题 IA 早写 那么R2呢 这个I2呢 我说说 这个R2 所留过的I2呢 可以写成 V1 减V2 除上R2 然后 减进来的 那个I3 I3的话 等于 V3 减掉V1 除上R3 V3 减R1 除上R3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重新改写过 就是V1乘上挂弧的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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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R3分之一 减较V2乘上V1 V2的中间这个R2分之一 V3乘上减较R3分之一 R3就是从i1到R3中间夹电阻 然后等于呢 进来的电流 Ia 进来为负 但等号那边就为正了 好这第一个节点搞定以后 我们看第二个节点在这里 有三个电阻 R2,R4,R5,那就是R2分之1加R4,R4分之1加R5 加的 然后,减掉 跟V1的R2分之1 跟第三个节点的R5 第三个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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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R5吧 这个地方写错了 然后,那节点3的话 我们节点3有R4,R4,R5,R3 所以他就,那第三个节点的话 只有R5跟R3 所以R5跟R3没有问题 然后跟第二个节点的R5 跟第一个节点的R3 重新来 我们接着看 第99页的图3.6 具有四个节点的电路 好,这个电路已经在这边看到了 一个节点,两个节点,三个节点,四个节点 我们把第四个节点,十二为接地 也就是零电位 好,我们看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呢 由第一个流进来的电流 为负号 所以叫I1-IA-I2-I3等于0 好,那么I3呢 sorry,I1可以写成 就是第一个节点的电压 V1除上R1 减掉IA 造写 加上 I2可以写成 V1-V2除上R2 OK 再减掉 I3 I3就是第三 这个电流可以写成 V3-V1除上R3 好,得这个地方 好,那这个地方重新再整理过呢 可以写成这样子 V1乘上刮弧的 R1-R2-R3 再减掉 R2-V2 再减掉 R3-V3等于IA 那我们看一下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节点而言 这个刮弧就是第一节点 周遭的三个电阻 R1-R2-R3 好,刮弧起来 那么减掉V2层上的这个电阻呢 就是V1-V2 这两个节点之间的这个电阻的导数 取负号 叫R2-R2 然后 V3 就第三个节点到第一个节点 透过了R3 因此也是负的R3分之一 等于 进入这个节点的电流 进入节点为负号 但是在等号的右手边 就因此为负号 好,因此就这样写出来 那么 这是第一个节点搞定以后 那我们看 紧接着看第二个节点 第二个节点的话 我们可以马上 根据第一个节点的经验呢 我们马上可以照片马上写出来 第一个呢 对于第二个节点的V2呢 乘上 V2上面周遭有三个电阻 R2分之一 加上R4分之一 加上R5分之一 华虎没有问题 然后 减掉 第二个到第一个 之间的R2分之一 在这个地方 乘上V1 再 在减掉呢 第三个V3乘上R5分之一 没有问题 在这个地方 由于第二个节点嘛 本身没有电流源流进来 所以对于第二个节点而言 我设为等于0 好 对第三个节点而言 我们看 第三个节点 马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第三个节点 有两个电阻 R3跟R5 因此R3分之一 加上R5分之一 直到V3 然后呢 V3跟V2呢 有一个R5 因此对于第二个呢 就是R5分之一 减负号 对R3 所以第三个节点跟第一个节点呢 有一个R3 因此对第一个人 就R3分之一 乘上V1 然后呢 对于第三个节点呢 有一个电流流出去 OK 出去为阵 在等号的左手边 在等号的右手边 就做取负号 好 那有了这个三个式子以后呢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矩阵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了 矩阵的斜角 我们叫对角化的对角呢 分别代表三个节点 周遭的 在这个节点周遭的 电阻的导数的相加 取正号 再没有问题 那么 其他的飞的 其他的 那么 不飞对角的话 就代表 其他的节点到 到那个 那个第一个节点 例如说以第一行的话 第一个节点的 电阻的导数分之一 然后取负号 OK 这是第二个节点到第一个节点的 这个是第三个节点到第一个节点的 电阻 去负号 好 那相对的 在对于第二个节点而言 就在这两个 对第三个节点就这两个 然后乘上V1 V2 V3以后等于这边的电流 这边电流呢 我们对第一个节点有一个IA 进来 负的变正在这里 对第二个节点没有电流 因此取离 对第三个节点有个电流流出去 取负号在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呢 如果我们要求 这个V1 V2 V3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矩阵 求他的 反矩阵 再乘上这个电流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V1 V2 V3 求出来的 这是矩阵的求法 当然 你也可以解一个 连立方程式去求解 也可以把它求出来 看个人的喜好 跟你到时候有手上的工具 没有 好 看完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接着我们就看这个办例 好 这个办例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也是一样 我们有三个节点 SORRY 有四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 第二个节点 第三个节点 第四个节点在下面 我们把它当做 接地 当做0电位 对第一个节点而言 有两个电阻 R1分之1 R2分之1 没有问题 1跟2之间 没有电阻 因此这边挂0 好 对第三个节点 到第一个 第一个节点 有一个R1 OK 就R1分之1 去负号 第一个节点 有个电流出去 我们就去负IA 所以第一个节点 搞定了 好 我们紧接着看 第二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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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两个连在一起的地方 好 我们看一下 对于第一个节点 刚才一样 它没有 没有电阻 因此乘上0 取负号 它本身有两个 第二个节点 有两个电子 R3分之1 R4分之1 在这个地方 然后 第二个节点 到第三个节点 有一个 R4 这个电阻 然后我们取负号 然后R4分之1 然后它有两个电流 一个流进去 一个流进来 一个流出去 就是IA 就是IA-IP 在等号的右手边 好 同样一样画葫芦 第三个节点 就是右手边 这个节点 也是一样 它有一个 两个 三个 R1 R4 R5 三个 三个电阻 在这个量取导数相加 对第二个节点而言 它有一个 对第二个节点而言的话 它有一个 R4 取负号分之1 对第一个节点 有一个 R1 取负号分之1 然后 我们就可以把 鞋面三个式子 又把那式子写出来 我们就可以求解 好 那么当然 林剑老师也做了这个公式 OK 你只要把矩阵 写出来以后 好 这个是我们的 电阻 就是电阻的矩阵 OK A-A矩阵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电流 然后我反过来 那我就可以把电压给求出来 在这个地方 好 刚才前面介绍的都是 所谓的 独立的电源 也是加上独立的电阻 of course 当然 往后面 这个电源 不见得是独立 有可能是相依的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的话 这边有一个 相依的电流源 这个电流呢 是这一段电流的β倍 OK 就是V2除上R3的 然后乘上了β 就是这边的电流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开始还是按照节点定律 在这里面呢 我先给各位看到 它没有画方向 除了这个电流有方向 这个有电流方向 剩下的这边都没有画方向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呢 按照 你看到 我们有这边做了一个规则 好 以第一个节点来看 我们就是βI0 流出去为正 第二个节点呢 我们也假设它流出去 所以V1-0除上R1 就是这个键子往下的 对于第三个 从V1到V2之间 也是V1-V2 也假设它流出去 好 V1-V2除以R2 等于0 所以对第一节点而言 我不管3721 三个都流出去 因此三个都为正等于0 不管了 没有关系 因为万一解错的话 反正它自己会帮我修正回来 好 那对第二个节点而言的话 好 那么在第二个节点的话 刚才前面看到了 第二个节点是这段电流流进来 它I suppose是应该是负的 那负的话 那么因此呢 应该在这个地方 负的V1-V2 但是负负得正 就反过来写 好 就是怎么样呢 我把以第二个节点为正 我写在前面 V2-V1除上R2 就是这个的负 这个的 反过来意思是一样的 好 加上I0 这个I0是我们有方向的 它已经一开始 然后为出去为正 进来为IA 好 那么I0 刚才有一个老师已经提到 就是V2除上R3 好 不管我们就带进去 好 最后也可以写成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呢 这辆Beta的部分呢 出现在这个地方 Beta的地方 原来不要忘记 这是电流源 supposed应该在这里 现在已经移过来的 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了 原来这种对称性啊 这种刚刚前面的规则性 统统被打破了 为什么 只要有相依电流源的话 前面的规则统统不可取 因为这个相依的电流 从哪里而来 我们不晓得 可以在电路上面 任何一段的电流 因此呢 我们前面的这种简单的规则 在只要有相依电流源 我们就不能做 我们一定要 从前面老老实实的 按照一个节点的 按照克希霍夫 节点定律等于0 等于0 再进相关事实 然后再解出来 变成这样子 有了这种形式以后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好 那么 例如说 我们现在把 数字往里面带 好 例如说呢 这个是12k 这个是6k 这个是3k 这个电流是5k分之10 5k分之10 5k分之10 安培 也就是2mA k 放在接下来 k的导数就是mA ok 就是2mA 我不喜欢看这样子 没有办法 课本这么写 那么这一个地方呢 2i0 就i0的两倍呢 这个电流 因为电流原是 1.6mA 好 那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带进去以后 就可以产生两个这个式子 那当然你可以直接 这个很简单的 其实 不用去求它的 嗯 它的反矩正 直接就做立方程式 就可以直接解出来 直接解出来了 就我觉得这解法 还相当的快 就解出来 这个地方 v1会 马上可以解出来 第一个是 5分之24 就是4.8 4.8 伏特 这个是 v2是2.4伏 好 那么有了这两个以后 紧接着你除掉了电阻 以后 就可以把电流交出来 那电流也是一个 蛮奇怪的 5分之4 也就是 0.8 这个是5分之6 也就是1.2mA 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 好 例如说 像这个的例子的话 好 第一个节点 第二个节点 第三个节点 那么对第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解出来呢 可以写成了这三个的式子 对第一个节点而言 OK 我们可以看作三个 对第一个节点也有三个电流加起来等于0 对第二个节点也有 有 1 2 3 4 有4个加起来等于 4个加起来等于0 好 在这里面呢 因为有αVx在这个地方 那然后 把 那然后呢 这个电流可以看作是 G2 就是R2分之1 减掉 V2 减V3 对第三个节点 在这里呢 还有三个电流 也是一样 一样 一样画幅写出来 那写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经过整理以后呢 就会到了这边来 各位看到 那这边里面有一个相依电流源呢 这个term在这个地方 跟在这个地方 注意到 写的时候过程 计算过程要非常的小心 特别是正负号 如果弄错弄错的话 就很有可能 就可能就计算就错了 好 再接着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题目出现在各位的 我翻一下 我找一下 这个题目应该是出现在 哪里 12-6 好 这个题目出现在107页 翻例3.5 ok 那么翻例3.5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也是一个 有三个节点的电路 但是呢 在上面 还有一个节点 在下面 下面这个归零 然后呢 从第一个节点到第四个节点 就是到接地之间 有一个12伏特的震压 12伏特的电压源 也就是这个V1这个电压 是12伏特 这是确定的 到于第三个节点 这个节点的电压呢 是有一个正端朝接地 那么这边就是代表是-6伏的 因此电路可以写成V1是正12伏 V3的话是-6伏 唯一不小的就是中间我画黄色框起来的V2 好 换句话说 位置数只有一个 OK 那我只有一个 V1跟V3都已经知道分别是12跟-6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分别把 只要把中间的V2 把它这个 这一个节点钻进来 V2-V1 除上12 加上V2-0 除上6 加上V2-V3 除以12可以等于0 三个电流核加起来等于0 好 刚才前面说 V1等于12 V3等于-6 OK 我们把这个数字往里面带 那么V2就马上解出来了 是1.5伏的 这里面呢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有电压源 已经提供了 这个电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捡 就可以把 原来需要三个 三个方程式 就可以变成一个方程式 把它捡出来 好 紧接着看下面一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出现在各位课本的范例3-6 OK 在109 也电路图 在这里面呢 两个节点 V1跟V2呢 中间隔一个 电压源 换句话说 V1跟V2呢 是V1-6伏等于V2 V1的电压比较高 V2的电压比较高 V2的电压比较低 这个高电位 这个低电位 好 那么我们把 因此呢 V1跟V2可以看作 它不是独立节节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V1呢 它是一个有一个一纯的 这两个插了6伏特 因此我们可以把 这个V1跟V2加上这个6伏特呢 变成一个我们叫的超级节点 就像下面这个例子 框起来 那么这个超级节点呢 所有进入的这个节点的 四个电流加起来等于0 好 那我们看下面列的式子呢 就像这样子 V1-V2等于6 OK V1-V2等于6 那么进入超级节点呢 加入这个超级节点呢 有四个电流 第一个是电流源的 -6 乘以 mA乘以10 -3 第二个 V1-6K V2-12K 再加上 从右边流进来的 六边流出去的 四个mA 四个加起来以后等于0 好 V2用这个关系带进去 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把V1跟V2解出来 解出来以后 I1跟I2呢 也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出现在 我看一下 这个题目 出现在 再 where 嗯 这个 算力3-6 OK 这一道题目 好像是没有出现 因为我这本 这个是旧版的 好像没有看到这道题 不管 也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这一个 这个电路呢 我们看呢 V1呢 可以看作呢 这个V1的节点方程是呢 在这里面这个节点呢 有一个、两个、三个电流 OK 那么好 那么这个有三段电流 因此三个相加 第一个呢 是代表V1跟V3的这两个 OK 那么第三个这个电流 V1-V3 乘上了G1 就是这个的 这个的导数 电阻的导数 乘上G1 就是第一个 第一项 加上V1-V2 乘上G2 就是第二个项 再减掉 因为电流流进来 是负的 所以-IA等于0 所以这个节 对于这个节点而言的话 我看到了 这个三个式子 好 那我紧接着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V2跟V3呢 这个是一个超级节点 超级节点的话 好 那这个超级节点的话 这个节点里面有几个电流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有四个电流 它就有四个式子咯 好 第一个呢 V2-V1乘上G2 就是这个 第二个 V2-0 就乘上G3 就是这个 第三个 V3-0 乘上G4 这个 再加上一个V3 可以剪掉V1 就这个 增上G1 就这个式子 那这样子呢 我们有了 有三个位置数 V1 V2 V3 那我们就有三个式子 就可以把这个电压给剪出来 好 那这一道题目呢 有没有 我看一下 有没有是超级节点的 这一道题目 也不见了 Why Why 这个式子在哪里 这个式子 再 看一下 好像也磨 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式子 范利三支区 跟我们的范利三支区 有 看到了 OK 那这个式子呢 出现在140页的上面 图 3-13 好 3-13 这个电路图里面看到了 我们把这个当做一个超级节点 好 这个当做超级节点的话 那么 对于那么 好 那么对于这个这个节点呢 这个电压 你这下面接地的话 这是-6 所以第二 这个V2这点的电压也搞定了 对于这个节点的电压也搞定了 对于这个节点的电压也搞定了 它是怎么样 是12V 好 那么因此呢 整个式子里面只需要一个式子就好了 用这个超级节点 进入这个超级节点 进入这个超级节点 有几段电流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电流 五个电流加起来和等于0 好 第一个呢 我们看到了 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 我们可以看到了 嗯 嗯 这一个 V3加上12 OK 我们比V3这一点的电压为准 那么 V 对于V1而言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等于V3加12 因此这一段电流 等于V3加12 上面的电压 V3加12 减掉下面的电压是-6的 因此在这个地方减掉-6 除上2k 因此这一个term就是代表了这个电流 好 我们紧接的看 第二个 V3加12-12 V3加12是这个电压 -12是这个电压 就是等于V3了 除上2k 就是这一段的电流 好 再来看 V3减掉了-6 就是这个电流在这里 再来 V3-12 就是EK的这个电流在这里 最后V3除上 直接除上2k 就是这个电流 好 这里面12345 12345 一个方程式 一个位置数V3 直接解出来 V3就是-6的-7的伏 好 那么立刻我们就能够算得出来 那么I0的话 就是这个电压除上2k 那么电流就出来-7分之3 mA 好 这个电流 这个是110页的 范例 3-7 好 在这里面呢 超级节点的话 我们换句话说 超级节点的话 一定是有一些事情要必须知道 例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节点 包含R5变成一个超级节点 如果看呢 例如说假设这个I5这个电流 你如果已经知道的话 换句话说 这一点的电压 再加上这个I5乘上R5的话 就是这一点的电压咯 换句话说 这一点电压就是我们要有 这一点电压如果已知的话 这个电压也已知了 就是R5外面 这一点的电压也就知道了 换句话说 我们把它设为超级节点的话 就要存在这个 要必须要有一个已知的电流 当作我们当作靠山 有了这个靠山 我们这里才会成立 好 那我们紧接着看下面这道题目 那这道题目里面呢 这是一个相依电流源在这个地方 电流源从这个地方 IX乘上两倍 是这个的这个的地方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呢 在这里的话 对第二个节点来看的话 第二个节点的话 V2 V1的不用算了 为什么 V1 我们从这里知道 这边接地 这边是3伏特 所以V1就是3伏特 这个也确定了 好 那么因此唯一不晓得是V2 这是V2 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 V2减掉 3 除上3k 就是这个电流 加上V2 除上6k 就是这个电流 减掉2i 或者是等于2i 放到等号的右左边 没有问题 那么IX呢 已经知道 IX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V2 除上6k 好 这个把它带回来 一个式子 一个位置数 我就可以把I2减出来 等于6伏特 那么 紧接有了I2以后 是6伏特以后的 那么I0也就往上求出来了 因为这边是3 3减掉6 除上3k 就电流是-1的 代表真正的电流 是从2流到1 而不是像现在所画的符号 从1流到2 好 紧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题目出现在各位的范例39 111页 好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个相依的电压源横在第一个节点跟第二个节点之间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一样 把它当做一个超级节点 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地方节点呢 同时呢 第三个节点 其实也已经知道了 因为第三个节点 它是一个6伏特到D 所以第三个节点呢 V3等于6伏特 好 那么 这个两个V1跟V2中间的这个相依电压元 是两倍的乘上VX 那VX是什么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V2这一点的电压 OK 好 那我们就紧接着我们把这个超级节点的一段 两段 三段 四段 四段的电流加起来等于0 第一个呢 V1减掉V3 就上面这个除上6K的 没有问题 第二个V1呢 除上12K 下面的也没有问题 第三个 就这个V2 除上6K 这个电流也没有问题 再来V2减掉V3 涂上12K的也没有问题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刚刚知道V3等于6 把6带进来 好 那我们又知道 V1减V2等于2VX OK 那VX呢 等于V2 VX等于V2 VX等于V2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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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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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 V1 V2 V1 V2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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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 V1 V1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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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 V1 V3 V1 V2 V1 V2 V2 V3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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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2 就来向他的正下方 代表的就是V2这个点的电压 OK V2等于Vx 的意思就是V1等于3Vx 好 V1的电压 等于这个V2的3倍 好 这个知道以后呢 第二个 这个超级节点总共一段电流 两段电流 三段电流 四段电流 五段电流 这个五段电流加起来呢 会等于0 好一个一个来 第1个 负的 就是K分数就两个mE 这个地方 第1个 第2个呢 Vx出上1k 就是这一段电流 没有问题 第3个 就是V2-V3出上1k 就是这个 由于V2等于Vx 就在这个 第4个电流 第4个电流在哪里呢 是V1-V3 由于V1等于3Vx 减掉V3 除上1k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还加上一个 V1 减掉V4 V4等于4伏特 就是3Vx-4 除上1k 在这个 总共 12345 5个电流和加起来等于0 这是第1个节点搞定了以后 我们看第2个节点在这个地方 这个节点里面有三段电流 好 第1段电流呢 是V3-V2 好 V3-V2 好 这个就是在 那由于 那么我们写在这个地方 V3-V1 V2等于Vx 就在这个地方 再加上呢 V3-V1 V3-V1 注意到 V1等于3Vx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那么 然后再加上一个流进来的电流 进来电流是负的 再放了等号 就变正 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式子 有两个式子 有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V3 一个是Vx 我们就紧接着 我们就有解了 解带已经在课本的113页的上面 林建老师就不写出来了 各位可以请参考你们的课本 好 我们今天的后面一个就到下面这个 请看到 第113页的范例 3.11 好 这个地方又更复杂了 总共有这个电路 各位看到 总共有6个回圈 总共有好多节点 那这个节点我们也是一样 把上面的这一个 这个节点 当作一个超级节点来看 好 那这个超级节点的话 那第2个呢 V2已经确定是12伏特 在这个地方也已经 少掉一个节点了 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怎么样子呢 我们大概还是需要有一些 好在这里面呢 这个节点跟V1是两个是共一国的 所以说呢 好我们 是怎么样子的 对于V1而言的话 总共有几段电流 有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总共有6个电流盒 加起来等于0 好 第1个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V1-12 V2就这个电压了 除以1k 就第1个效 第2个 V1-V3 这一段 OK 就这一段 -V3 除以1k 就这个电流 在这里 好 再来呢 什么呀 下面这个 再来一个呢 这一边流出去的 2i 取证号 在这里 好 再来一个 往下去的 这一面有三个 V4-V3 除上1k V4 除上1k 在这里 V4-V5 除上1k 好 第1个式子 节点V1搞定了 好 紧接着 这个节点搞定了以后 再来看 这一个 节点 V3 V3的话 这个电压 等于 两倍的 这个电压是一个 等于呢 我们马上知道 等于两倍的Vx 换句话说呢 Vx 等于什么东西呢 Vx 就是 V1-12 就是Vx OK 换句话说呢 对于 第3个节点而言 这个式子很简单 你也不用去写它的 节点定律了 因为这个电压已经告诉你 从相应关系的就求出来了 然后 还有什么节点 我们miss掉了 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里面 好 5-4 除上1k 就是这个电流 还有一个5 除上1k 就是往下 到 D的 到 0点的 这个电流 然后 减掉进来的2i 减掉 什么是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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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V4 除掉1k 就是这个 Ix 进来 好 那么这个进来以后 那我们的控制参数有两样 一个是 Vx 等于 V1-12 一个Ix V4 除上1k 好 那么就在各位课本上面呢 那我们分别带进去的话 那我们可以得到了 三个位置数 请看到 114页 三个 我们都会得到了 三个 呃 方程式 有三个位置数 那我们紧接着我们就可以把 V1 V4 V5 通通解出来 一个是-38V 一个是-32V 一个是-48V 好 解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接着我们把电流给求出来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怎么样去求 利用 节点电率 节点定律 就是呢 加起来的电流等于0 电流等于电压除上电阻 好 用这样子的关系呢 我们就可以把 那节点上面的电压 给求出来 就是说呢 其那个 赫西霍夫节点定律呢 求的是电压 利用电流和等于0 去求节点的电压 再次讲一下 在里面节点里面 题目一定会给你 呃 因为呢 里面呢 几个未知的 节点 就需要 几个方程式 好注意到哈 几个节点就需要方程式 那么在这里面 他一定会给你足够的量 第三个你要特别小心 正负号 OK 很多人 就是往往会在正负号疏忽了 一定要 做完了以后 最后 再去验算一遍 看对不对 有的地方呢 往往你错了一个步骤 就整个就错掉了 好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午几个节点 我们下午两个月